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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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也替他们觉得比较可惜 那当然他们这个领先人说身体不适还愿意出席 还是希望他要保重身体是最重要的 那也希望他身体健康 那就是明天他们即将在凤山举行游行吗 那您这边有没有要去定格街头山争取是你的指示 这边我一样是用请走基层的方式 因为我不希望说在这个防疫的关键时刻 来用大型的集会游行造成防疫的破口 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防疫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接下来我还是会努力的到街头上一一争取市民的认同 希望大家在2月6号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但是同时也要呼吁明天要游行的罢免团体 希望大家一定要经受防疫的规则 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 我们一定都会跟卫生局来共同的协助他们 希望大家一起为台湾的防疫做好这个防线的准备 OK 好 谢谢